当官配没有姓张力 究竟是哪出了问题 最近长相思里的妖精CP 小方是越磕越寡淡 就连强CP体制的姊妹 都没法拯救两人之间 细薄的姓张力 反倒是没钱家暴男香柳 靠着拉扯感极强的眼神戏 一跃成为大热门 一场小妖被梅林虐杀的戏 头一天就开始买热搜 结果一播出 有人演技炸裂死不瞑目 有人稳定发挥 含泪树真情 有人戴着个面具 光靠眼神就虐到一大片的观众 而有人已经偷偷开辟了 内娱新的表演流派 弹幕解说派 静已经浑身颤抖了 这比沙滩还能千万倍啊 静一哭我也忍不住了 甚至还有批评配音 配不上斗尾演技的 深情指的是这一眼呆滞 两眼镇定三眼无动于衷 四眼才回过神 开始模式化的哭泣 一脸看我用一脚也被伤的模样嘛 不是小方嘴毒啊 陌生人看见小妖死得这么惨 反应也不会这么淡定吧 你小心嘛 可真高级啊 然而据播到现在呀 口碑两极分化 演技终于太大了 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官配CP磕不动啊 CP要想磕得动 演员之间有性张力是关键 有拉扯感 有化学反应 观众才能感受到 但妖精党这对 成了姊妹的独角戏 纵你爱的多深 我仍戴若木鸡 看看这对小情侣 你能我能的相处 这边小妖的感情到位了 那边涂山井 睁着她清澈的大眼睛 除了懵懂还是懵懂 群戏里的井也是戴若木鸡 跟另外两个男主对比鲜明啊 再参考同居相有家暴男 之所以获得喜爱 除了和女主强强对抗的拉扯感 谈剑刺的眼神是关键 爱而不得立住了 观众自然带入心疼她咯 说白了 香柳是个有悲喜 有不得已的活人 而涂山井 只是一个完美的纸片人 像邓维这样 明明是官配 却因为演技拖后腿 让观众磕不动的演员 还多着嘞 比姐演戏十三年 在CP这块是刀枪不入啊 上到童年男神 下到稚嫩小奶狗 不管是有演技的 还是没演技的 比姐通通一视同仁 全都磕不动 CP感 那是从没有过的事 大美人纳扎 在这块和比姐是卧龙凤厨 演戏这么多年 想找到一个让人记得住的 荧幕CP比登天还难 CP间的化学反应 通常简化成 通过肢体语言硬发糖 他们在官配姓张力这块 属于有心无力 接受到对方情绪了 但表达不出来 就是演技太拉 官配可不动 演技有问题 还出在你演你的 我演我的 完全不care对手演员 啥情绪 羊羊当属王者 她在剧里 只和自己谈恋爱 啊 我真是帅饭了呀 啊 我这该死的魅力 她在三成三世 十里桃花 是这样 嘿嘿 在浅室天下 是这样 人间烟火里 还是这样 她跟女主之间 完全没有爱意流动 剧情的流程走完了 眼神和动作里 全都是技巧 没有感情 就说羊羊怎么可能 爱上别人呢 只能是她自己 还有一种 明明有演技 在一方疯狂 solo表演 压根不顾对方死活 观众完全客不动 当初啊 欢乐送礼 杨硕饰演的 小包总 就是这样的 第一季 她和安迪的 强强碰撞 拉扯感太强了 成熟魅力 加小烟嗓 两人你来我往 氛围太绝了 结果 第二季 尝到热度甜头的 小包总 恋爱对象 从安迪 变成了 屏幕前的观众 狂洒荷尔蒙 扭胯 几眉 邪美一笑 三件套 七活了 和安迪之间的 姓张力嘛 约等于无了 没了张力 只剩单方面表演 欲的对手戏 除了由外 一无所有 这样的例子 还可以参考 黄小明的霸总录 对 我就是吃醋了 你是我的女人 我要牢牢的 把你锁在我的身边 不让你的眼中 看到出了我之外的 任何一个男人 你是我的 你的头发是我的 你的面容是我的 你的身体是我的 我死向你的义气 都说的 周一为 《时灵时不灵》的 荷尔蒙 也是这样的 他在《绣春刀》里 饰演丁秋 姓张力一绝 在《上阳副》里 和张紫怡 一谈恋爱 就hold得慌 还不如综艺 演员请就位里 两人导师 和选手之间的拉扯感 不过 他们的过度表演 欲一消除 魅力就出来了 除了以上的演技原因 有的官配磕不动 纯属硬件不过关 观众还没细看 就直接pass掉 男女主的体型差很关键 如果两人体型相当的话 很难有苏感 参考前段时间的《长阅记迷》 个矮加过瘦 罗云熙看着身量 比白鹿还娇小 两人同框呢 有骨子好兄弟的即逝感 不管是白鹿 宋茜 还是成香 在罗云熙旁边 都是巨鸟一人 换个高个儿男星 瞬间小鸟一人了 观看照片就能磕到 除了体型差 男女主的颜值和气质不匹配 影响也挺大的 参考五官深邃的热巴 和五官偏顿感的廉加伦 一个阳气一个土气 完全没有CP感 热巴配上同样浓颜 大高个的高尾光 黄景瑜 CP感马上就出来了 还有涂着大红唇的 美艳江书影 和小涂狗彭玉畅 这两人凑一起 从视觉上看就挺勉强的 最近这两年流行姐弟恋 妇女恋 常常男女主同框 就是灾难现场 他们没有姓张力 除了年龄差距 还有外形 气质差距太大 蒋文力和明道的转角之恋 被改章男书恋 两人相差14岁 就像是隔了个倍 然而 当年22岁的赵露丝 和40岁的林宇深 演情侣 简直不要太好嗑 同款的 王志文和小20岁的 李小冉做CP 这两张脸 真的很不搭 但杨乐和大16岁的 于飞红合作 有莫名的有酥感 只能说 CP要好嗑 对手演员是互相成就的 外形和演技 真的缺一不可 蛤